一大早就得辛苦殘血 很难想象这是10月底的天气 受到炸弹气旋影响 美国加州山区一天内的降雪量 竟然超过70公分 炸弹气旋席卷美国西岸 有驾驶行经加州仲金山 知名的金门大桥上 记录下暴风雨的声音 尽管炸弹气旋逐渐冬移 对加州的影响慢慢减轻 不过山区民众现在还是得小心 因为几个月前的森林大火 破坏山区直批 也增加了土石流的风险 其实不止美国 欧洲这几天也是好雨成灾 西班牙大雨 暴涨的河水冲进餐厅 甚至连桌椅都一起冲走 意大利西西里岛也因为一天降雨超过300毫米 两个人在洪水中丧命 亚洲也没逃过淹水命运 越南中部好大雨沉灾 已经至少造成一人死亡 还有三人失踪 专家认为气候变迁 开始影响地球每个角落 或许人类应该开始准备迎接即将带来的气候灾难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